哈喽大家好,我是3号,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一件突发事情 如果你刚刚买了新的MacBook Pro 而且你发现到它有过热的问题 加上你摆放MacBook Pro的地方是一个蛮充分的地方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资讯将会对你有所帮助 最近在网上没有看到几则新闻 是关于最新的MacBook Pro有过热的问题 而且有几位YouTuber 像是Devd 也有测出最新的MacBook Pro 就算它的Processor是2.9GHz i9 可是测试过后 发现到其实它最高只可以到达2.2GHz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而解决方法又是如何? 在还没有开始说明之前 请你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3号TV会一直更新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选择 如果你对这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3号TV 那我们开始吧 苹果官方的回答是这样 其实最新的MacBook Pro 并没有任何问题 只不过是它们的Software有些Bub 所以近期 Apple就outdate了最新的MacOS 来维修这个Bub 这个版本的MacOS 就是MacOS High Serial 10.13.6 只要outdate这个版本 过了的问题就会解决 首先先点击command space 然后输入app store 然后点击outdate 这里呢你应该会看到这样子的图案 然后点击outdate all就可以了 好了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个赞 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推荐的小技巧或者是app 或者是你在使用Mac时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 好 那我们我是沈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